古都大学,对战社。 让石宇和陆清一没想到的是,凤凰雷达竟然把他们引导到了这里。 两人站在对战社大楼门外,面面相去。 对战社的预售师?陆清一问。 这不是很好吗?石宇振奋。 真是想来啥来啥啊。 石宇和陆清一直接进入了对战社大楼,走到二楼观众席,看向了一层训练场。 目前只有寥寥十几人在这边。 石宇放眼一看,颇为意外,因为全都是大二的学生。 除了这群学生,对战社的指导老师和主任也在。 原本负责日常训练是社长的活,但问题不是社长忙吗? 人家学校都是老师摸鱼,学生干部干活, 古都这边则变成了学生干部摸鱼,老师干活。 体能训练完成后,和主任对着众人道,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他看向了这十几人,榆树,苗东东,张千一,亡灵, 寒冬,方济,许静音。 都是石宇那一届职业考核的天才。 被石宇的重重的冰龙幻影调戏过的榆树, 被重重的重丝寄生调戏过的苗东东, 被石宇的十一一道巨化雷掌拍碎的张千一, 被石宇,重重双重威慑秒杀的寒冬。 或多或少,他们都经受过毒打。 但这是坏事吗?不见得。 因为被石宇毒打过,所以石宇难得演熟了他们。 这一次古都大学海量教育经费下来后, 在石宇的建议下,这一批大二学生, 成为了古都大学的主要培育对象, 训练课程自然也多了一些。 像今天这样的体能训练,自然都是逃不掉的, 当然相对的,古都大学也会提供提升体质的营养品, 恢复体力的高级补品。 目前,在古都大学的大力投入下, 其中的佼佼者如鱼术、张千一、苗东东都已经通过高级玉寿师考核, 实力不见得比大三、大四老生差, 都有可能在毕业之前成为大师级玉寿师。 除此之外,大一的新生中, 也出现了安长这样的超级天才、机械系的学生, 给予一点时间,也有望崛起, 古都大学完全可以说是未来可期。 何主任振奋? 可以确认是哪个吗? 坐在上边,陆清一问道。 石宇拿着雷达,道,可以。 说完,他激活了雷达的自动寻人功能, 雷达瞬间脱离石宇的手, 漂浮了起来,朝着下方的训练场地飞去。 陆清一看着这黑科技一般的东西, 也不知道石宇是怎么造出来的。 林,蓝氏第一生产力。 很方便吧,就是能源有点烧钱。 石宇微微一笑,不过方便就完事了, 这可比他了解到的凤凰神社的找人方法方便多了。 下面,人群刚刚解散, 不一会儿,雷达就飞到了一个女生身前, 停了下来。 雷达飞来,直接引起了全部人的注意力, 让他们齐齐看向这个奇怪的机械。 与此同时,石宇意外道,原来是他。 雷达前面的女生,个子很高, 穿着对战射统一的灰色训练校服, 一头清爽利罗的短发, 下面是还戴着汗记的漂亮面庞, 他此时正拿着脖子上的运动毛巾擦着汗, 对于停留在自己身前的机械, 也是非常奇怪。 古都大学对战系大二学生, 曾在职业考核中被称呼为元素法神的元素使, 张千一。 那时候,每个考生多多少少背起了绰号, 只不过有的好听,有的难听, 像石宇的,就是石铁兽骑士。 就连陆清一,也对他有一些印象, 因为对方的玉兽天赋不错, 是元素协调天赋, 曾在职业考核中和石宇对战过, 只不过,面对石一那从天而降的巨化雷掌, 完全不是对手。 石宇更是在这场对战结束后, 宣布了石铁兽进化型, 从此走入大众的视线。 不过,这不代表他若, 就连出身玉龙世家的余术, 都曾被他几秒内干碎, 一招组合计雷云风暴恐怕那界考核 除了石宇和尹正凡外无人能敌。 如果石宇没记错, 这个女生来自一个小城市, 父母都不是玉兽师, 因为自己天赋过人, 才走上的玉兽师之路, 第一次来古都参加职业考核, 更是因为底蕴不足, 连玉赛都没通过。 不过, 他也因此被一位顶级大师看重, 收位了弟子, 这才有了和石宇进行过对战的第二轮职业考核。 有凤凰混血资质的。 竟然会是他, 熟人好啊! 这是啥玩意! 何主任看到机械, 顿时向着周围看去。 同时, 何主任的内心中, 出现了一道心灵感应。 何主任, 我是石宇, 打扰您了, 那个, 有空让张千一过来一下吗? 我擦。 话音刚落, 何主任猛然看向了一个位置, 还真看到了站在那边的石宇。 甚至, 陆清一, 他看着到来的这两位, 一阵愕然。 不明白这两尊大神, 怎么会忽然来到这边? 何主任虽然是古都大学队战系的主任, 也是顶级大师, 但是, 他自己也清楚, 自己的实力, 早就被石宇, 陆清一这样的年轻天才超越。 对于这两个本应该去跟传奇们谈笑风生的超级天才忽然降临队战设, 他是万分的不解。 而且, 找张千一干嘛? 此时, 不仅是何主任, 这一批在此训练的大二玉寿师, 也都看向了出现在二楼的两人, 他们先是齐齐一愣, 然后表情立刻十分夸张。 靠, 那个, 是不是石宇? 古虫师描东东眼神不错。 不用怀疑, 那就是。 龙王于树道, 他旁边的, 那不是已经毕业的陆学姐吗? 也有人认出来了陆清一。 作为古都大学为二进入序列前十的超级天才, 石宇和陆清一在古都大学内自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们怎么来了? 人群内议论纷纷, 瞳孔中充满光。 张千一, 和主任听着讨论, 愣了一下后, 快速道, 石宇找你, 你过去一下吧, 看看什么事情。 找我。 人堆中, 张千一露出茫然的表情。 虽然和石宇同一届, 但是石宇和他交集并不多, 不, 可以说石宇和任何同届学生交集都不多, 这家伙, 据传闻, 都没正经上过几次课, 不是失踪了, 就是在失踪的路上。 甚至, 别说学生活动了, 就连考古系期末考试, 也都有人传闻没见过石宇。 对。 何主任点了点头, 也不知道什么缘由。 文言, 张千一看向了那边, 却见石宇正微笑地看着他。 他见状, 其他的对战射学生, 顿时急了, 靠, 什么情况? 他们什么时候勾打上的? 虞树大惊。 他完全不记得石宇和张千一有什么关联啊? 描咚咚, 嗯。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看着那个机械雷达道, 什么? 感觉。 感觉。 感觉张千一回来后, 石力就能吊打我们了。 石宇这家伙, 现在恐怕随便漏点资源, 都够大师疯抢了。 虞树, 这是什么奇奇怪怪的直觉。 描咚咚沉默, 他通过小道消息听说, 大一那个怪物安长, 就是石宇这家伙的小弟。 二楼, 张千一过来后, 有点忐忑, 面对石宇还好, 虽然石宇现在为东皇传奇之下第一人, 创造出了那么多奇迹, 可是, 一想起来石宇在职业考核时候骑着石铁兽乱砍, 并且还和自己对战过, 他就忽然没有了距离感。 反倒是旁边的陆清一, 让他有点紧张, 他看着这个女神一般的学校传说, 非常仰慕。 陆学姐。 石宇。 你们找我吗? 小张, 好久不见啊。 石宇笑咪咪道, 张千一。 张千一怀疑自己忘掉了什么, 自己和石宇。 有这么熟吗? 你好, 学妹。 陆清一也微微一笑。 这时, 石宇道, 坐, 坐下聊。 嗯。 张千一点了点头。 石宇道, 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 此时, 机械雷达也回到了这边, 石宇拿着他道, 我之前在英灵一记契约了慕徽音将军英灵的时候, 你也在场吧。 张千一点了点头, 那是新生军训, 他自然在。 那慕徽音大将军是人类和凤凰族混血的事情, 你也应该知道吧。 张千一再次点了点头, 都是石宇自己的《慕徽音传奇》预告中透露的。 这个视频, 古都大学的学生, 应该没有没看过的。 石宇笑道, 那就好办了, 你想不想成为慕徽音将军, 乃至历史中的女帝那样的人族与凤凰族的混血玉兽师。 啊! 等下! 张千一微微张开小口, 忽然愣住, 这个转折, 一时间让他无法反应。 石宇道, 混血玉兽师自古皆有, 女帝王朝之后就彻底融入了东皇, 不过这么久的发展, 其他混血家族都传承了下来, 但是因为一些历史原因, 凤凰族混血目前在东皇却已经断绝。 不久之前, 我找到了帮助人类玉兽师觉醒凤凰血脉的方法, 不过对于玉兽师的天赋有些要求, 刚才那个雷达你看到了吗? 他找到了你, 说明你就是那个百万中无一的拥有凤凰血脉资质的人类, 当然, 也有可能是你的祖上, 就是凤凰族混血, 只不过到你这一代血脉稀薄了。 我目前想建立一个以凤凰族混血玉兽师为主的玉兽军团, 如果你有兴趣, 我可以帮助你成为凤凰族混血, 你毕业之后, 可以来凤凰军团进行工作, 当然, 好处肯定是有的, 成为凤凰族混血后, 冥想修炼速度会快更多, 除此之外体质也会超越常人, 媲美真正的超凡生命, 寿命也会大幅度增加, 坏处的话, 就是所有混血玉兽师都具备的了。 如容易被同种族高级生物克制, 如更加的难以怀孕, 都是混血玉兽师的弊端。 时宇说完, 张谦一更加茫然, 大脑有些乱。 你, 你慢点说。 时宇笑道, 当然你不用急着做决定, 虽然成为混血后成为传奇玉兽师的几率会变得很大, 但是你的玉兽天赋本来就很厉害, 就算不成为混血, 日后也有大概率成为厉害的玉兽师, 所以要不然, 你先回去和你的老师商量一下, 深思熟虑之后, 再做决定。 因为是熟人, 而且成为混血这种事情影响重大, 时宇也没急着让对方决定, 还是遵循本人意愿为主, 毕竟他自己都不想成为混血, 其他人也未必愿意。 我。 那我考虑一下。 张谦一道。 发猛过后, 他自己快速反应了过来。 首先, 时宇没必要骗他。 何况, 陆清一还在旁边。 如果时宇说的是真的, 他自己其实是愿意的, 毕竟, 无论是木灰鹰还是女帝, 都是东皇女性玉兽师, 都是古都大学女性玉兽师崇拜的人物, 最主要的是, 凤凰, 这个神话传说色彩浓郁的种族, 要比其他种族的混血对于女性更有吸引力多了。 如果时宇说有觉醒为人猪混血的方法, 恐怕不管男女都没几个愿意。 但龙凤这种神话色彩浓郁的生物就不一样了。 除此之外, 刚才时宇说了, 他有意重建凤凰军团, 而凤凰军团, 是女帝王朝时期的第一军团, 张千一明白自己的天赋, 想成为传奇很难, 可是, 如果能加入这样的军团, 几率必然会大上不少。 不过, 他看向了时宇, 时宇也才不过大二而已, 都有能力决策建立这样的玉兽师军团了吗? 他内心复杂, 总感觉大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话虽如此, 但是他还是要征求一下老师的建议的, 毕竟他能有现在的成就, 都多亏了老师的挖掘, 他的建议, 张千一或多或少要参考一下。 好, 等你决定好了, 想清楚直接联系我就行了。 时宇道。 嗯, 谢谢。 张千一道。 全程, 陆清一在旁边默默看着, 众人又聊了几句, 带张千一离开后, 陆清一道, 你刚才说, 你想建立凤凰军团。 时宇看向了他, 笑道, 怎么样, 想法不错吧? 甚至, 我还有点想凑齐历史上的六大军团。 五帝王朝最强, 石铁兽军团, 女帝王朝最强, 凤凰军团, 龙帝王朝最强, 龙之军团, 现代最强, 机械军团。 除此之外, 空地的空间军团, 可以凭借空间传送阵, 瞬间让一个大军将临敌军腹部, 更可以凭借空间阵法, 越级困杀, 封印强敌。 而石地的军团, 都有精通预言之力的军师, 号称神鬼莫测, 再加上一系列类似时间果实的时间系资源, 装备, 也是非常强大的存在。 目前, 好像都能搞。 你还是算了吧。 陆清一一眼看穿, 叹气道, 你确认不是你出个点子, 然后让别人执行。 武灵是一记那边的石铁兽军团, 机械换兽军团, 青虫捡军团, 好像就都是这样吧。 白希可都跟我说了。 这个凤凰军团, 你确认不会扔给别人吗? 时宇恍然, 原来还可以这样做。 他道, 对了, 学姐, 你是不是和凤朝那边很熟悉, 我记得你的清灵蜂鸟就是那边契约的吧, 要不然, 这个凤凰军团你来负责。 我出技术, 出资源, 你出人。 啊对了, 阿姨不是就在那边工作吗? 凤朝, 一个七夕鸟类生物的一记秘境, 内部部分鸟类生物有着一些凤凰血脉, 由封校长年轻时候初步探索破解成功, 随后封校长留给了闺女, 也就是陆清一的妈妈, 她就是目前这个秘境的负责人, 因为这层关系, 陆清一也在那边多次探索过。 陆清一, 听到时宇一下子把主意打到自己老妈身上, 陆清一顿时一脸问号, 她拍了拍额头。 可恶, 明明一开始是想把时宇当工具人的, 怎么现在自己的家人都要变成她工具人了? 她有预感, 时宇要是找上她母后大人, 对方肯定不会拒绝。 你给我等一下。 不一会儿。 虚空螳螂吃完饭了, 嚷嚷着什么时候进行对战, 而一记空间内, 重重通过餐宝宝提供的各种补品, 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陆清一心累地把这两个都不省事的家伙 带到了自己的传说一记。 一记内, 虚空螳螂活动着身躯, 依附时宇为何这么想不开的表情? 她在君王级时候, 都能吊打时宇的宠兽了, 现在她都突破了, 感觉可以顺秒时宇。 要不然, 你们全员一起上吧。 虚空螳螂呼了口气。 这样公平一点, 时宇不是顶级大师吗? 顶级大师的标准不就是全员家一起可战霸主级吗? 她就是霸主, 这样的规则更合理一些。 时宇一愣, 道, 那倒是不用, 不过如果螳螂前辈你有闲功夫, 到时候可以轮流和他们对战一下。 虚空螳螂, 无疑是个好陪练。 顶级空间系霸主陪练, 可不是那么好找的。 当然, 如果宝石猫愿意当陪练更好, 可惜这家伙比时宇都懒。 啊呀, 我没来晚吧。 说猫猫, 猫猫道, 就在时宇和虚空螳螂正准备旅行约定对战, 进行战斗的时候, 古都大学守护神宝石猫敲了敲门, 跑了进来看热闹。 英前辈, 一记内, 看到宝石猫, 陆青衣立刻笑盈盈道。 虚空螳螂也看了一眼这位图腾。 螳螂前辈, 加油啊, 小心啊。 宝石猫鼓励道, 今天中午的午饭, 就是宝石猫请虚空螳螂的, 作为东道主, 自然要招呼了一下来客。 虽然实力比虚空螳螂强, 但是宝石猫还是客气地称虚空螳螂一生前辈, 谁让对方是空地自宠呢? 加油! 虚空螳螂微微沉默, 这没有悬念的对战, 有什么可加油的吗? 你们准备好了吗? 陆青衣问。 是E, V, S, 对吧? 嗯。 虚空螳螂和石羽都点了点头。 与此同时, 石羽也把重重召唤了出来, 紫色的召唤图阵之下, 空想梦幻之叠的身影浮现, 重重在紫色光影之下, 以庞大的身躯, 出现在了天空中, 看向了虚空螳螂。 嗯? 虚空螳螂表情一争, 是你小子。 他看向了石羽, 确定要让这小子和他对战。 没开玩笑。 石羽在空地一技修炼, 努力突破六级石后, 所有宠兽都做过虚空螳螂陪练, 其中, 重重是被虚空螳螂虐得最惨的一个。 重重之所以能在队内实力很强, 就是因为空间系的特殊性, 但是一遇到空间造诣更强的虚空螳螂, 就有一种斑门弄斧的感觉了, 处处被克制。 所以, 虚空螳螂觉得, 这只蝴蝶, 事实与对内, 最好对付的一个, 技巧在自己面前如同孩童。 嗯? 重重严肃, 认真的看着虚空螳螂, 表示自己已经不是之前的重重了。 有什么区别吗? 虚空螳螂嘀嘀咕咕。 除了能量波动更强了一些外, 感觉没什么变化啊。 虽然能量波动更强了, 但也就是他没突破之前的一半多一些而已。 虚空螳螂摇了摇头, 忽然, 流露出笑容, 看向了石宇道。 小子, 要不要来点赌注? 什么? 石宇一愣。 如果我赢了, 让你那只餐宝宝给我准备一个月份的食物吧, 怎么样? 好久没吃餐宝宝造的果子了, 他还真有点怀念。 一开始没怎么在意, 只当作吃完虚空之力后的甜点, 但是几个月没吃, 还真有点想念。 石宇一愣, 还以为什么是呢? 好说。 那如果我赢了呢? 虚空螳螂。 你还想赢? 石宇嘴角抽搐, 不是你说做赌注的吗? 你还想白嫖啊? 如果我赢了, 以后我随时来空地一记修炼怎么样? 石宇问。 最好能带其他人一起。 虚空螳螂一脸嫌弃, 又想用他一记。 算了, 不管了。 行吧, 那开始了。 反正他也不会输。 虚空螳螂摇了摇头, 随即露出嗜血的笑容, 身体直接消失。 只感觉, 解决这个家伙, 用不了一招。 一招足矣。 这一瞬间, 随着虚空螳螂的消失, 重重表情依领, 只感觉一股巨大的威胁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那一刻他好像预知到了未来。 龙珠, 附体。 重重内心一声大喊, 空间口袋中的传说龙珠, 立刻因为空想之龙技能, 和他合二为一, 这一瞬间, 借助传说龙珠的力量, 借助, 精通加十一, 距离完美熟练度之差一步之遥的空想之龙技能, 重重瞬间散发出强大的龙威, 力量轰然暴增。 来到了和清麟娇战斗时候的顶级霸主状态, 同时瞬间, 施展面力包裹自身。 刷! 一道好似从黑暗中破晓而来的光芒挥过, 直接切在了虫虫身上, 当自己的黑刀缠绕超阶技能空间切割, 借助空间之力攻击到敌人身上, 此刻, 虚空螳螂已经预料到了结果。 这一刀, 虚空螳螂已经留守了, 只用了自己君王级时候的力量, 如果用霸主级的力量, 他怕会杀死眼前这只蝴蝶。 即使是君王级时候的力量, 配合调动的空间之力, 虚空螳螂也认为足以将印象中的这只小蝴蝶重闯。 不过, 有那只参宝宝抢救, 问题不大。 嗯? 然而, 随着黑刀落下, 半空中的虚空螳螂却是表情一变, 只见眼前的空想之蝶, 煽动了那梦幻一般的蓝色蝶翼, 包裹念力的蝶翼, 轰然挡下了自己这一道攻击。 精神念力与空间之刃交织, 一瞬间僵持了下来。 这是接近虫虫瞬间, 他瞬间感受到了虫虫身上那提升何止十倍的恐怖龙之能量。 龙系为混合属性, 常见混血属性为风水、 雷火, 但是此时虫虫身上的龙之波动, 却是精神与空间, 是借助了清空神苍龙龙珠强化后的龙之属性。 这个波动。 一旁, 陆轻一也是颇为吃惊开口, 意识到了虫虫的变化, 下一刻, 虫虫翅膀用力, 轰隆一股空间风暴凝聚, 直接将眼前的虚空螳螂扇飞出去。 呼呼呼。 被扇退过程, 虚空螳螂也没受到伤害, 因为虫虫也留守了, 刚才就相当于热身, 同时是告诉虫空螳螂自己现在的实力, 到飞过程中, 虫空螳螂表情震惊, 很快身躯停滞在了半空。 时间果实吗? 他和陆轻一同时开口询问。 不过换来的, 却是石羽的摇头, 虫空螳螂也很快明白了过来, 不, 不是时间果实。 利用那个果实, 虫虫不是无法获得霸主级的力量, 但是绝对没有这么高, 而且那颗果实副作用巨大, 石羽的宠兽吃掉后跨入霸主级, 最多只是两, 三招就会垮掉, 绝对没有这么从容。 虚空螳螂看着空想之蝶从容的状态, 立刻明白, 他甚至可以保持这个状态许久, 绝对不是只有一两招的霸主级。 世界注了外部道具, 螳螂前辈, 你应该不介意吧? 石羽问。 相比之前和虚空螳螂战斗时, 重重最大的变化, 就是戴上了神装。 嘿嘿, 不如说这样才好, 能借助外部道具达到这个境界, 也是你们的本事。 虚空螳螂兴奋一笑, 原来如此, 这样一来, 他也可以放开手脚了, 竟然可以借助道具达到这样的力量, 怪不得胆敢挑战他。 但这, 还不够, 依然是空有力量, 看起来技巧欠缺。 有多少道具, 你们都用上吧, 不过, 君王级和霸主级的鸿沟, 可不是那么容易靠外物跨越的。 他的空间系, 还是有点稚嫩。 虚空螳螂狂笑, 面容逐渐扭曲, 他本来就是一个战斗狂, 石羽对内宠兽们, 或多或少知道他在战斗中的变态。 这个我当然知道。 石羽也是深呼吸一口气, 他当然没指望重重借助了龙珠的力量 就能打败虚空螳螂。 在虫虫的各种空间系技能熟练度 被虚空螳螂碾压的情况下, 哪怕能量值高出个两三千万, 胜率也不大。 但是, 空间不行, 靠着虫系呢? 虚空螳螂这一次, 没有贸然瞬移而来, 而是在远方, 双刀合并, 下一刻, 漫天空间剑舞, 灰蒙蒙一片的刀光剑影, 宛若可以切开空间的光刃, 直接如同海啸般朝着虫虫碾来。 这一次, 虚空螳螂用出了霸主级的力量, 他导要看看, 虫虫能借助外力达到什么境界。 前辈, 得罪了。 面对虚空螳螂的攻击, 这一次, 虫虫也深呼吸一口气, 直接借助顶级霸主级别的精神力量, 开始变身。 下一刻, 一团不断翻滚溃烂的巨大黑雾, 从虫虫身上冒出, 紧接着, 天空暗了下来, 虫虫周围空间波动翻滚, 一尊无语伦比, 高达几十米的巨大身躯, 降临。 猫。 而虫虫, 则是瞬间被他包裹在了体内, 躲在了铜墙铁壁之内。 这是, 黑羽毛牛图腾的身躯。 道具莱卡, 虽然已经被参宝爆炸得不成形状, 但是在虫丝和虚实幻影的不断修复之下, 他终于还是恢复了一些战斗力。 轰隆隆。 强大的空间刃降临在庞大的身躯上, 却只是将身体切开一小部分便很快被抵挡, 哪怕是死尸, 肉体强度依然恐怖。 紧接着, 被空间刃切开的身体, 由一条一条白色虫丝, 飞快地修复起来。 巨大黑雾中, 黑羽毛牛部分身躯不断被切开, 不断修复, 形成害人的身体器官。 而没能及时修复的血肉, 则掉在了地上, 被空想之力和虫丝复活成为黑毛牛幼崽, 同样有着恐怖的实力。 年华的黑色血肉, 低着年叶的嘴, 扭曲的短腿, 腿末端是勉强可以被称为牛蹄的黑色蹄子, 都让它散发恐怖的威能。 随着黑羽毛牛傀儡降临, 虚空螳螂的第一轮攻击, 直接被这尊傀儡配合虫丝以无伤代价硬抗, 对面, 虚空螳螂张大嘴巴看着这尊图腾尸体傀儡, 有点发猛。 这是啥? 轰隆。 不等虚空螳螂反应, 重重便操控黑羽毛牛傀儡凌空一塔。 伴随黑雾般的眼瞳出现光芒, 宛若可以踩碎空间的具体, 向着虚空螳螂碾压而去。 宛若山峰一般的巨腿扫过, 这一刻, 虚空螳螂感受到了比起重重使用传说龙珠时候更强烈的威胁, 它瞪大眼睛, 看着降临的黑体, 想快速顺移逃跑, 但是这宛若可以踏碎空间的体数攻击, 直接让虚空螳螂在瞬移过程中身体被无数空间裂缝擦出伤痕。 轰隆。 大地被这一脚踏出一个巨坑。 翁。 虚空螳螂闪现出现在了天空, 它望着消失的虫虫身影, 以及出现的黑羽毛牛身影, 立刻表情炸裂的大骂, 它已经感觉到了, 这,这, G,M, 是顶级图腾的肉身。 那条虫子, 躲在了这里面。 操控着它。 虽然没有了生命活力, 但是配合虫虫的虫丝操控和空想之力, 实力依然恐怖。 虫丝负责操控身体, 空想之力, 虚实幻影负责富与傀儡对应的属性能量。 而虫虫躲在里面操控一切。 你, 你们作弊。 虚空螳螂大骂, 道, 这种东西是六级玉兽师能获得的吗? 我让你们用道具, 没让你们用顶级图腾的尸体, 坐带大啊。 我不跟你赌了。 虚空螳螂后悔了, 等一下, 指不定石宇还能拿出什么东西。 这小子, 玩不起。 不仅是他, 此时, 看到黑羽毛牛的尸身, 就连陆青衣都是短暂的尸神, 表情震害。 这是什么? 顶级图腾尸体。 怎么不能? 石宇见虚空螳螂耍赖, 立刻一愣, 他道, 我们自己猎杀的图腾尸体, 怎么不能用? 古虫师这个职业, 难道虚空螳螂前辈你不知道吗? 这个比用道具还更合法, 更科学啊。 虚空螳螂大怒, 你放屁, 这个比你那个序列十一还离谱, 你猎杀个锤子顶级图腾。 可可。 旁边, 宝石猫小声嘀嘀咕咕, 道, 可是, 这真是他弄死的啊。 我之前就说了, 螳螂前辈你加油, 你小心, 别小看他们, 这小子, 阴着呢? 干嘛没事想不开自己踢堵住啊? 虚空螳螂。 虚空螳螂听到图腾猫的话, 嘴角一抽, 目光猛逼, 这只图腾猫, 刚说啥?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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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休想骗他。 他读书不少的, 就算了一段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